好,接著我們就介紹一下線,或者頭部 DIBOSS都會介紹嗎? 我看拋棚,OK,不要緊 好,來,不是,不是 好,我們會介紹一下不同的層面 介紹一下不同的線,以及一些配件 好,我們先講一下訊號的電瓶 這個就是訊號的層面 有時候可能見到我們用同一條線 找到了嗎? 但其實訊號的來源 簡單來說就是有大小聲的分別 我們最主要會分開 我們主要會講三個,通常就是 就是highlight了那三個 通常就是講麥克風 麥克風就是我們拿著這些麥克風 如果簡單去理解,就是它本身沒有電 它的層面是最小的 所以就要放大最大 然後light的層面是電腦,MPV或者吉他 本身已經有一定的訊號 對,本身有一定的訊號 然後speaker 還有speaker層面 那些主要是電腦 對,就是那些 主要是電腦的那些 主要是電腦的那些電腦 就是電腦的那些電腦 就是電腦的那些電腦 我們最主要說這三個 因為這三個是會關乎我們在混合器上面 或者我們去,特別是頭兩個 麥克風和Line的那些電腦 就是我們經常會接觸到的 麥克風和Line的那些電腦 那什麼時候你會發覺到有分別呢? 就是例如當你把一支麥克風 插進一個speaker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發覺你怎麼叫都沒有聲音呢? 因為你本身這支麥克風的出來的訊號 是很弱的 因為你沒有進電的嘛 這支麥克風不用進電的 無線麥克風那些是另外的 那我不說那些 那普通這些麥克風是不用進電的 那這個跟它的麥克風的原理有關 那這個有機會再說 那總之它的電流出來 這條線的電流是很弱的 那所以你插去喇叭的時候 如果那個喇叭不會把這個訊號放大 回到Line Level的話 那它出來的聲音就會很小 或者直接聽不到聲音了 那這個就是你需要知道 麥克風和Line Level的分別 那這個情況你就會知道是有分別的 當一個喇叭預期你進一個Line Level的訊號進去 但是你的訊號不夠大 那就會沒有聲音了 那這個就是Signal Level的重要性 那我們去到Mixer的時候 就會也會看看這個是麥克風還是Line Level 來調整個大小聲 那之後會再說 好 我們一來就說一些比較深一點 就是說Balance和Unbalanced的線路 那什麼叫Unbalanced的線路呢 就是我們普通看到 我們Jazz線 普通插結他會用到的線路 通常就是一心一網 其實它只有兩個接觸點 通常是一個是正極一個是地線 這樣 通常就是會用在一些近距離的地方 還有結構也都比較簡單的 但缺點就是因為它對於 對於干擾的抵抗能力比較低 所以就容易會產生雜訊 所以我們 當我們用不開這些非平衡的線路的時候 我們就要找一些方法去減低這個雜訊產生 就會有這個平衡線路的出現 好 大家看看 先看看 哈哈 好啊 你說完 所以平衡的線路是專門的 那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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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再說這個 再看看有沒有問題 先理解這個平衡線路 那平衡線路是什麼呢 平衡線路裡面是有三條線的 就是一條這樣的 例如一條咪線 這條咪線 那它裡面呢 你拆開它 剪開它 那這條不能剪 有三條線在裡面的 那這三條線是傳三樣不同的東西的 那其中兩條呢 就是 這裡顯示的正訊號和副訊號 我先走過去 這個正訊號呢 就是你這支咪本身發出來的訊號 那這個你明白了 那然後呢 這支咪會幫你做一件事呢 它裡面有個電腦呢 將這個訊號 把它反轉了 就是原本是正的 變了副 變了正 就是方向反轉了 你理解為 各方向不同的 好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接地的訊號 那就是一個電腦 你要反轉 那就是 那個就沒有其他訊號 那你只需要知道 有個正訊號 還有個副訊號 那接著這兩個訊號 如何處理呢 在這個mixer那裡 它進了咪進去之後 它會將這個正訊號 和這個副訊號 兩個雙減 那雙減之後呢 就是雙減之後 這個會反轉 因為你 負完再負 負負得正 那下面就反轉 那兩個加起來就 踏高了 就是這個訊號呢 出來的效果就是放大了 這個 行不行這個 那接著 還有一條 這條虛線是什麼呢 這條虛線就是一些雜聲來的 就是你的訊號本身有雜聲 那有雜聲 那有雜聲 正訊號會有雜聲 因為它這條線本身的問題 就不關咪的事 本身這條線又會產生雜聲 那正訊號有雜聲的時候 負訊號一樣有雜聲 那這兩個雜聲 當你反轉的時候 兩個就雙減了 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那就會減走了 因為我想要的那些反轉了 因為我想要的那些反轉了 反轉了的時候就會踏高了 就會佩戴了 就是它會選擇 你想要的大的聲音 就會反轉 是的 但是那些雜聲呢 雜聲我就不反轉 因為這條線產生的就不關咪的事 咪的事 只會反轉你本身 向著咪的聲音 所以呢 就會產生了最後這個畫面 最後這個圖就是 那些訊號就減走了 那你要的訊號就加大了 那這個就是出你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平衡線路的特性 它會有一個正訊號 有一個負訊號 這些就叫平衡的線路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 它的好處有沒有 我有沒有寫 我忘記了 有啊有啊有啊 對了 那對於信 對於噪音干擾的抵禦能力是高一點 那所以如果回到非平衡線路的話 因為非平衡線路沒有把訊號 弄多一個負訊號出來減走 那所以它出來的雜聲 就直接回到Mixer那裡放大了 所以出來的效果就是 非平衡線路對於雜訊干擾的抵抗能力是低一點的 容易產生雜聲的 尤其是你的距離越長 即是你的電線越長 你的干擾就越多 那所以就只適用於一些短距離的訊號傳送了 干擾來自條線 這樣吧 那明不明非平衡線路和平衡訊號的分別 那這個概念是有點難明白的 那盡量消化吧 那如果消化不了 即是你不明白我剛才說的一堆東西 你只需要記得一個結論 結論就是非平衡線路 就是對訊號干擾的抵抗能力較低 所以只適用於短距離 非平衡那些呢 就可以長距離一點 但是條線就貴一點 那這個就是個結論了 那結論就記住去吧 那這些雜聲是不是 就算用任何的雜訊號都會有雜訊號 任何線都有雜訊號的 大和小 即是你的資料用得好一點 那麼那個雜訊號就小一點 是視乎用料的 無線咪呢 無線咪呢 這咪去到那個Mixer那個 就變了是用無線電去傳送 那無線電它可能都會有些干擾 不過就跟這裡線的干擾就沒有關係 就是另一件事 對啦 它是另一種干擾來的 那 可以不可以這裡 啊 講完這些吧 這麼順手 成本較高 還有平衡線路通常會見到一些 專業一點的音響設計 或者一些玩Hifi的那些 你正在知道哪裏 平衡的 因為我用咪線 咪線 裡面有三條線 閃線就是由電腦到喇叭就是非平衡 不過我的距離很短 你就不要覺得 如果我駁到20米長 那就會很覺得 但是教我好像沒有20米長的 雀線 好 那這裡講完了 那就交給阿信 對 還有它是一個Live Level 算了 不用說 哈哈 是 是 是啊 那通常 這些平衡的線路就會出現在 在一些Live的音響 或者是咪線 上面 那我們介紹一下不同的頭 那大家看到桌上有不同的線 可以把握一下 是啊 那我們 哈哈 把握一下 是啊 這幾條是我們常見音響會接觸到的線 有Jet RCA XLR 就是我們的Canon頭 即是咪線 還有Speed講頭 我稍後會慢慢說 啊 沒有 謝謝 好 那Jet 其實有很多種尺寸 那檯面呢 有看到我們最常見的 吉他用的Jet線 那 看回其實就是 我們怎麼分呢 就會用它的 寬度 多少mm 是啊 那吉他那隻呢 就是6.35mm寬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桌面那些 是的 那 通常就最主要分單聲道和雙聲道 那怎樣分呢 那這裡就只有一條雙聲道 雙聲道呢 就會有兩個Wing 對 有兩個圈 是的 那它會有左右 和地線 那所以就有三個接觸點 如果普通Jet線呢 就只有 只有 兩個 就是 一個正 一個地線 這樣 是的 另外 另外 3.5mm 那些就是我們平時 插耳機 插電話耳機 那些 耳機 那 都會有分單聲道 雙聲道 都是用多少個Wing來分別的 三種都有 三種都有 除了Mono 雙聲道 對 這裡就是單聲道 左邊這兩個單聲道 然後右邊這兩個就是雙聲道 對 Lokia年代是用2.5mm 對 對 3.5mm 對 3.5mm 它分開左右聲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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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就是剛剛說的 就是單聲道和雙聲道的分別 對 對 不用說 大家知道 總之 有兩個黑色Wing就是雙聲道線 有一個黑色Wing就是單聲道線 雙聲道或者霸 對 對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說如果想拿起雙聲線 就 一般來說 我們實際上 操作的時候 可能 會聽到別人說拿起雙聲線 就 要知道拿哪條線給他 通常都是雙聲線 對 對 一般我們說弦線都是6.3mm的 是這些吉他弦的弦線 由於不同設備有不同的結構 我們一般建議都是用單聲道線 對 插到吉他 盡量避免用雙聲道線插到吉他 對 對 對 有些器材會產生一些奇怪的聲音 對 對 總之用單聲道就最穩妥了 另外有些琴呢 它可能只有一個雙聲道 但它是包含雙聲道的 訊號 但是我們進入到 去我們的混合器的時候 只是單聲道而已 所以你用單聲道線就沒事了 好 這個就是RCA 就是我們平時的紅白線 那紅白線會用在什麼地方呢 這裡都寫了就是插DVD機 或者呢 我們會用一些轉頭 把紅白線轉到JAT頭 分回左右聲道 去進入我們的混合器裡 這個有機會我們實習之後就會講一下 我們教會都比較少 但其實都會常用的 紅白是連到一個JAT 或者是紅色一個白 紅色分開兩個JAT 紅色一個JAT 因為它分回左右聲道而已 其實 好 接著剛剛就是講咪線 咪頭 或者我們叫Canon頭 我們通常叫Canon線 或者咪線 台上都各有一條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它有記錄數字 有記錄著1、2、3 剛剛說了就是 精訊號、副訊號和地線 對 好 在這裡就說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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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了在抗音機搏進喇叭的中途那些線 因為它 它二十至一百 是啊 什麼 正腹肌 轉心成路 就好像你家裡的家庭影音 那條喇叭線 不要緊 好難說 好 對了 你承受不了就是電視 好 接著就講一下轉插 好 大家先看看這段文字 好 不好意思 插頭 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方法都在這裡 就是用轉插 轉插就是一個很神奇的結構 這樣 這個 例如我現在只有一個雙頭 你當見不到這個 我就可以插下去 然後插咪線去另一邊的插頭 就可以解決到 它沒有雙頭這個問題 就是我轉了它的頭 有 講完了 我介紹一下不同的插頭 好 介紹一下有不同的 轉接的插頭 剛才說了有雙頭 所以就會有雙頭轉去 咪頭 也有分弓拿 如果雙頭轉頭 我們買了全部都是弓的雙頭 但如果轉做鏡鏡 我們弓拿也有 即是咪頭 不是其實有這樣的 兩隻都有雙頭 對 雙頭那些放在上面的混合 就是圖下面中間那個 雙頭 那也是 我們 我們盡量避免轉這麼多插頭 因為 因為 嗯 有些影響 會容易放鬆 會容易放鬆 即是你好像 好像下了一個水閘 那樣 即是你未必沒有一條水都這麼順暢 對 哈哈 OK OK 對了 那 有些比較常見 好像左上就是我們 插耳機的轉頭 有時候 因為我們插MASA都是用大的 6.35mm的插頭 如果我們想插我們自己的耳機 就要加個轉頭 然後就可以插進去 我們耳機的耳機 小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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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可以插進去MASA的耳機位 因為MASA全部都是 大插頭的 大插頭 OK 好 我們剛剛介紹了一個方法 對 沒錯 這個方法是錯的 是有一個問題 大家記不記得剛剛說到 Jazz線有什麼不好處 Jazz線線路 對 非平衡 那 如果我們就這樣把它轉成一個 麥線的插頭 然後插進去 我們平時牆上的插頭 其實它仍然是一個非平衡的訊號 所以呢 去到MASA的時候 都是很多的雜訊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這樣做 但是呢 普遍人們 插到就可以了 然後 就會是有聲就可以了 但有聲其實就是很差的訊號 通常都會沒有高音 然後很多的雜訊 好 那我們就一定要把非平衡訊號 轉成一個平衡訊號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DIBOSS DIBOSS 大家桌上有三款DIBOSS 是的 是的 那它很重要的功能呢 就是把這個非平衡的訊號 轉成平衡訊號 如果由線路來說呢 就是有一個雜訊頭傳送的訊號 轉成一個咪頭傳送的訊號 好 那也都可以把一些不同的訊號去放大 或者是減少 那你見到呢 就是每一個DIBOSS上面都會有減的 加就未必有 但是減一定有的 那就是如果就是你的Line Level太厲害的時候 就是例如那個琴 那個Line Level它本身是很厲害的了 它本身有電的 可能它的訊號已經很大 那你呢 就可以按減 就是可能減20db這樣 降低那個Level 等到Mixer的時候那個Level沒有那麼爆 那這個是 圖中裡面呢 是我們比較常用的 但是已經 壞壞的 是的 我們現在就用了另外一個八頻道的 有機會再展示給大家看 那這個四頻道的DIBOSS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功能呢 先看 逐個說吧 好啊 一呢 一就是在說這個 轉 好啊 一就是在說 轉了做平衡訊號的一個 output 它也寫一名Balance output 就是插麥克風 然後去到牆上的插頭 再去到後面的Mixer 是的 大家看看台上的DIBOSS都有的 這個一定有的 Balance output 好 剛才說了 有一些會可以給你放大的訊號 例如就是它是一個麥克風的訊號來的 覺得很小 那就要加 或者它是一些結他 有時結他的訊號都比較小 都可能要加 哎呀 對不起 好 接著三就是這個 未必個個會有的 它就可以幫你high cut 8kHz R1就是一些 再高一個雙倍 嘖嘖嘖嘖嘖嘖 這樣的聲音 對 對 對 這樣就可以切掉它 因為有時候 可能人聲咪 不是啊 通常是一些淡聲 沒有錄 對 特別是一些時時聲 有時候可能按一按會有幫助你 四這個你有沒有補充 什麼 反相 對 反相呢 你有時會聽到有分別 有時聽不到分別 有兩個聲音 對 所以不要理會 四不要按 只要按 只要按 其實沒有那麼清楚 對 那五也挺重要的 即是有時候呢 你聽到一些糊糊聲 或者一些傻傻聲 有機會你按了這個ground lift 就可以解決到 那其實呢 這個ground lift的原理就是 把那條jet線 本身有一個地線 把那條jet線 把那個訊號的地線 剪掉 是的 不是 那本身給了一個 新的地線的訊號 DI Boss 本身可以令 是的 即不用jet線的地線 用DI Boss的地線 好 六就是那個 Level的顯示 不是個個 不是個個都有的 那這個G字就可以了 是的 好 海關不用說了 海關就是要用Di Boss 是的 這個要用電 嗯 嗯 DI Boss有些就不用用電 不用用電 就Passive 就是黑色那個 就不用用電 那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不用用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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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 你想質素好些 是有電會比較好些 那些就是Active 或者是我們這些 就插了插鬍的那些 是Active 有些是插電心的 有些就是可以在Mixer 給一個Phantom Power 好像電肉麥克風 這個之後再說 這個我剛才說了 就是可以加加減減的db 哎呀 可以加加減減的db 嗯 然後有個input 另外你會看到一個output 那這個output有什麼用呢 就是你可以在那個Di Boss 給一個樂手自己聽的一些喇叭 對 那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又是可以切地線 就是這樣 下一個 就是減多少 減三個level 那你見一個就是0 一個是減10 還有-40 對 -20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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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好像你太空船 進入宇宙的一個中轉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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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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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途旅行要轉一些大的太空船 要轉機 OK 就是細緻大 沒錯 OK 這首是放在台上的 放在手邊就廢了 一定是放在台上 是 一定在台上用 對 其實插手 一般其實就是 樂手是一支結他在這裡 通常旁邊就已經有一個DI波 我將Jet線的訊號插進去 轉成咪線的訊號 好 接著就介紹一下這個線路或者大蛇 我們俗稱 我們的大蛇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 一堆線 把一條線 就叫做大蛇 這個就是我們那一款 是的 就藏在台上的深處 他有16條output 還有4條input 12 12in4out 其實只是公拿的分別 只是公拿的分別 全部都是咪線頭 是Canon線 那外面一些舞台的 就會用一些比較簡單的 就好像一個大拖板 我們這些是比較 草根一點點的做法 這個草根也挺貴 其實 什麼 幾錢 這堆線 差不多一萬 差不多 差不多 條線很長 條線好像50米 50米 不行 不行 如果U字形 由台上去到台後面的門口 其實剛剛好 好 那有機會 做什麼 有機會 就和大家一起設定 一定有機會 一定會叫大家 咦 說了